Hello大家好,我是巴黎地宝 分享法国,买房,理财,避税,还有福利的经验 如果你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一下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后面的视频了 应广大观众的要求,我时不时的就会放一些避税的措施 今天正好就赶上了Jicardum这么一个避税产品的认购的时间 还有两个星期可以认购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微信联系一下我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Jicardum这么一个避税的产品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回报率 除去了各种费用之后,最少是8.5% 它的投资周期是一年的,而且是100%安全 投资是以一个税务减免的形式,收回成本还有收益的 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国家希望帮助海外省的企业发展 尽可能的降低生产成本,缩小海外省和法国本土的经济差距 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我们投资的这些钱都会被用来购买一些工业原材料或者是工具 比如说买一个小货车,然后租给海外省的当地经营者 而我们投资者是以减免税务的形式得到相应的回报 并且减免的额度是大于投资的额度 我们再了解一下它的商业运营 投资者我们是把钱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 同时这个机构也是一个管理运营公司 这家运营公司它会成立一个叫SNC的公司 Society Sunom Collective 公司的股东就是我们投资者了 但是我们这些投资者不需要介入任何的经营 完全不用管理这些公司的 SNC公司就会购买那些原材料工具 比如说买一台挖掘机 然后就会租给需要用挖掘机的当地的企业 这是因为有了Gitadown对于当地企业的帮助 可以大大的帮他们降低经营成本 而我们的本金以及收益都是由税务局直接以一个减税的形式给我们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每个月现在是要缴纳300欧元的一个税收 那么我全年就是3600欧元的税收 如果我今年认购了Gitadown的产品 比如说我购买了3000欧 那么明年他就要返我3000欧的本金 外加上我的投资回报 他的这个不会的是10%就是300欧 加起来一共3300欧 这个是由税务局在明年的七八月份 报完税之后返还给我们投资者的 另外这个展示的是一个案例 就是去年有一个认购的朋友 然后今年他的税单就是得到了8.73%的一个回报率 因为10%的毛回报你要扣掉一些手续费之类的 所以最后拿到的回报率是8.73% 当然明年肯定会一些细微的波动 但是至少有8.5%的一个回报 另外从额度上看 我们至少需要购买2300欧元 这样子他的回报110%的话 就是2500欧的一个减税了 当然这个额度不能够超过我们本来需要交的税 比如说我本来就是要交3000欧的税 那么我买4500欧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而最大的限额是37000欧 这个大家不需要自己去计算 理财顾问在申购的时候会帮我们全部都算好 他也会根据我们的家庭情况给出建议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他的风险 第一个风险就是为遵守法律规定的风险 因为我们资金购买的生产原料器械 只能够提供给符合国家要求的当地经营企业 而且他是必须承诺要建一个SNC这么一个公司用来运行的 这些都是由管理公司来管理的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管 那如果运营公司他省材料省的不够仔细 那就有可能导致运营出现问题 这就是一个风险 那对应的方案就是在我们认购的时候 管理公司就会帮我们买好保险 这个都是会写进我们的合同里面的 第二个风险就是当地经营者在运营过程中 由于意外造成的他人财产损失或者是人身伤害 同样这个运营公司也会为此买好一个保险 第三个风险就是金融风险 生产工具器械的购买的资金 因为有一部分是靠向银行贷款所得 SNC公司就是有偿还贷款的义务 投资者作为SNC的股东就直接和这个义务相挂钩了 那如果出现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呢 那投资者就要承担这个还贷的义务 应对的方案就是在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的时候 管理公司就会加入一个强制条款 在当地经营企业无法付租金偿还银行贷款的时候 银行不能够向投资者追讨偿还贷款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保险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风险了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产品感兴趣的想认购 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加一下我的微信 这样子我就把这个家庭理财顾问发给你们 我买的Girardant也是通过他去认购的 这个家庭理财顾问是需要拿到你家庭的详细情况 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给你建议 到底适不适合Girardant以及投资的份额 所以家庭理财顾问给我们的那个表格 其实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因为他想知道我们家庭的一个实际的财务状况 当然这个数据也是绝对保密的 大家不用担心 他不会去泄入给任何其他人的 好的这期视频啊 希望帮助到大家对于Girardant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再走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